Mr.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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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怎么说 才能让你的心灵 开出朵花 花怎么开 才能让平凡幻化 美丽神话 贴着浪漫的计划 终究被现实打垮 才发现看得太清楚 比糊足还可怕 在这个花花时 续寻找真话 爱不如爬去 还别看看浪花 接受你继续把我当成山瓜 证明我有多伟大 在这个花花时 只耳鱼火炸 爱不如划过蜡 再学生拉花 就替你继续把我当成山瓜 放着天自由 全放 我相信这个世界 有着奇怪的魔法 我爱谁谁爱我 不用再用力找解答 Mr. Flower Mr. Flower Mr. Flower 在这个花花时 接受你继续把我当成山瓜 还不如啪啪啦 最学生拉花 我可以继续做 单纯的傻瓜 要真心出发 待会落在我家 Mr. Flower 嗨 Snow 原来你真人比照片更漂亮喔 你是彼得 幸好你先叫住我 要不然凭这张照片 我可能永远都会找不到你 我都十多年没有拍照了 没有差 坐 我先说清楚 我们之前拿好薛顿饭四百块 可是给她的价钱 你的话 再两百 多两百 六百就六百 那好吧 我们要去哪里吃 听说Marina那边有一间餐厅 蛮不错的 不用 我们就在这里吃 在这里 第一次约会就到那么高档的餐厅 不觉得很拘束吗 这里多自在 况且那边有个叶浆饭非常好吃 我帮你买好不好 要不要加进去跑 随便 什么 怎么不知道就算了 还在这种游戏 总是跟他有一起 这样也会输 好狗不得 干吗 我妈了 什么 生意做很大 为什么会一直不听我们电话 两位大哥 我的手机没电了 千龙哥的钱不要还了 要 钱一定要还 真是我要推浅时间了 今天不还钱 我们就要你一只手 胡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有钱 钱在家里 你们先放了我 然后我再回家拿钱 怎样 你不要介意我带你到小饭中间吃饭 其实平时我做生意交易一手就赚几十万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就带你到我的私人游艇去俊海峰 为了钱 我要扔 闪开 闪了 老三 小妹 他是谁 你又是谁 关你屁事 他是我哥 小妹 你跟我来 你来 你等我一下 这是我 那死变态是谁 你不要过来 你被这个死变态包养 我没有 好 你又跑回去做糖尿病 我要跟老大讲 你敢 他给你多少钱 借我一点 你又去赌 我也要跟老大讲 拜托 借我一点救命 不要 你一句话 借不借 我给你一拳要不要 是我在跟你算账 老三 不要跑 不要跑 你各着尽用 如果你愿意提供一些特殊服务 你要多少 我都愿意给你 不用了 我已经跟他脱离生肺关系了 很痛吗 我 你 你到底是谁 你这个笨女人 撞了柱子就晕倒了 还好没有事 你不是我表姐 你到底是谁 你搞错 我就是你的表姐 刚才我爸打电话给我 说我表姐根本没有来新加坡 好 我就是你的 我是你的花花 我的花花 我是你的花花 烧你的仙草 你干吗一直学我男朋友说话 你 因为我是花花 我知道你是花花 可是我最初是认识一个叫花花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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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你就是大天 是 你是女的 他是男的 你怎么可能是大天 再说了 大天已经跟我说他人仙价在泰国 那仙价是我太大 我知道我有点笨 可是不至于他会相信你这些谎话 拿着 喂 大天 是我 大天 我坐在你的旁边 你终于相信了吧 你到底是谁 你冒充大天 假冒我的表姐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相信 我知道了 你是诈骗集团的骗子 我现在就要报警抓你 喂 小S 小曼 注意 我现在需要一万块钱救命 要不然他们一定会杀掉我的 一万块是吗 好 你等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你知道他们不要打你了 我现在有事情要处理 你待在原地不要动 待会儿我会来报警抓你 谢谢 小曼 老三 小曼 等你很久了 一万块是吗 我现在装给你们 那些这个找好 钱转的 钱收到了 喂 钱收到还不放人 给我接近 干吗打人 快放人 不错嘛 有这么漂亮的美眉 一把刀相助 女朋友啊 她是为了大嫂的 别急嘛 美女 既然来了 不然我们聊聊嘛 给我摸一下嘛 你摸一下 我还你一百 混蛋 你敢揍她 老三 你 你 进去打鼓的兄弟 摸我的女人 吹死吧你 走 走 没事吧 你一个女人跑去救什么命 还好我偷偷地跟去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那个老三一定是上网毒 你不要骗我 她有没有跟你借钱 不要骗我 不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 谁说你可以杀她的 女人 我说假设 你的口味跟大天一样 你也喜欢吃姜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这么早不要吃这么油的东西 对胃不好吗 大天也经常这么说我 你真的是大天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现在想想 我早就该发现你就是大天了 你这么迟钝 你哪里会那么容易发现呢 如果我突然间变成男人 你也不会相信 那现在该怎么办 不如告诉小妹他们 你找过他们了吗 当然 不过他们的反应跟你一模一样 也对 这种事确实比较难相信 不过现在我可以帮你作证 他们应该会相信我 算了 算了 就让他们相信我真的在泰国了 为什么 我是他们的老大 突然变成女人 会给人家笑死的 这么丢脸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了 好 万一 万一你便不回来怎么办 大叔 我才不要一辈子这样的 对不起 我只是在担心你 我是在想如果告诉小妹他们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帮你想办法 要不然等一下我们把老三接回家后 我们一起告诉他们 他们之前已经把我当疯子这样赶出去 那我哪里会相信你这个笨女人 我知道了 那你就做只有代替会做的事情 老板娘 好了 多一点花生 不要香菜 叔叔 卤面大的 蒜头多一点 醋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加麻烦 弟弟爸 醋味粉 炒苦瓜 辣酸菜 五块钱 慢走 还是老二的介入你 老三 你没事吧 没关系 你看 没关系 活该 那些流氓应该把你打成肉鸿匠 还不是因为你 明明就有那个大肚男 你几时要戒毒啊 讲戒毒 讲戒毒 就是啊 老大警告过你不要再毒了 结果越来越过分 等老大回来一定把你剁成肉酱 你们什么都不说不就好了 既然这个毒鬼没事 我就回房了 走 等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是关于大天的 老大 老大 老大怎么了 这件事情会很难理解 也很难接受 老大死了 怎么会这样子的 老大怎么会死的 老大怎么会死的 没有 大天没有死 老大 痛 乌鸦嘴不清 她不要爆发了 小曼 你不要理她 老大 到底怎么了 大天她出了点事 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们可以用一个 很开通的一颗心来接受 知道了 你快说 你们要保持冷静 好吗 我们会的 你快点说 其实大天她 哈啰 陈大天在吗 你们是谁 我们是SkyDep Collection Service的员工 他这个月的分期付款还没还 电话也打不通 什么分期付款 他一年前在我的公司借了三万块 每个月要还五百二 小曼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大件事 我老大真的跟你们借了钱 这是他的借据 难怪老大跑去泰国 不会的 老大不会这么不负责任的 请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对不起 陈大天她现在不在国内 你可以让我们搞清楚状况了 然后再回复你吗 那好吧 我们一天收不到钱 我们还是再回来吧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在这里 书都买了 怎么不上去和你的地面相认呢 你怎么去借三万块 都没有告诉我 难道你 你该不会和小S一样 当然不是 我还不是为了四十万 四十万的本钱不是你的储蓄吗 我是有一点储蓄 不过哪里够 我跟小面他们说我有钱 是为了让他们有信心 安心地去做这个生意 不要在外面混日子了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我可以先借给你 我当他一个大男人 做生意要跟一个女人借钱 我本来计划好了 生意一上了轨道 每个月还一点点就好了 没想到被搞砸了 现在他们知道我欠钱 我哪里有脸见他们 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要是他们知道你的苦心 他们是不会怪你的 你不明白的 我做人做得这么失败就算了 我现在 丢脸死了 大天 我认识你那么久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掉眼泪 你笨女人 你懂什么 你吃个东西很辣 我吃得很流泪 你好像变了女人之后 就变得更感性了 你不要让她说 我在芝麻辣香果 她是不接电话 她是不接电话 老大 你是不是因为欠钱 才跑去泰国的 老大 你不不坏地 整天骂我 结果自己欠更多 老大 你该不会是去泰国捞片门吧 什么片门 贩毒 还有另一种是出卖肉体的 卖器官 老大 你叫我不要笨脑去做那些白痴的事情 贩毒是死罪 卖器官也是犯法的 你别以为你乖乖乖乖乖乖 你肚子还痛吗 你劳了整天的肚子 喝一点水吧 记得喝 笨女人 你肚子还痛吗 你劳了整天的肚子 喝一点水吧 你劳了整天的肚子 你又不是没有报过 是 可是现在 算了 以后你不要恐怖 我不浪漫 都揣了 那我先回房了 周小曼 周小曼 你心里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怎么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 我怎么还会管你 让你继续坐在这里 跟那个鸡蛋糕 搂搂清清报报 你还敢说 你对他没有意思 才没有 我躲他都还来不及 再说了 他是我的上司 你要躲他 对吗 明天辞职 我 为什么 你都说你不想看见他 辞职就不用看见他了 你舍不得 辞职 辞职 你都说你不想看见他 辞职就不用看见他了 我们是SkyDep collection service的员工 他去年在我们公司借了三万块 每个月长盘五百块 一万块是吗 我现在转给你们 钱转了 解释了 你应该知道这是办法 如果我把视频交给警方 你可能还要坐牢 有事吗 对不起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 放过你 就我表姐打你的事情 没关系 我不跟女人计较 还有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已经对你没有兴趣了 可是那天你又 计划赶不上变化 何况是千变万化的感情世界 你现在送上了门口 我都不要了 那CCTV的事情呢 你继续做好你分内的工作 那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高公子 对了 新秘书的候选名单 等一下交给我 我会把身心绝的CV整理好 再拿给你 我只要照片就好 刘老板 谢谢你特地过来一趟 这位是 我女儿Croey 她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高与菲 高总裁 你好 你好 大家都叫我高公子 PingSpark这个项目 她也会参与策划 好 欢迎你加入 希望接下来大家合作愉快 请坐 听说 商店住户搬迁的问题 你都解决了 对 随之可以开始动工 不过在签约前 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 刘老板 根据KORF合规公司的地址 还有出资金额 我们公司占有百分之七十 所以高公子的意思是 利润分配方面 可不可以按照这个百分比 来做分配工作呢 究竟猜就变得特别 显然你的地车比较大 不过 你应该知道 没有我这块地 你这个项目是无法进行的 而且我财力达你最厚 有我的参与 买家对这个项目会比较有信心 不是吗 好 刘老板说得没错 那就多分你半成吧 够甩快 合作愉快 就这么说定了 等合约你定了 我们会发出你们工资给你过目的 好 难得谈得那么顺利 不如跟我们去喝一杯吧 高兴 我正有此意 爸 不是说会议结束后可以走了吗 你又想去哪里 有点事 约了人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 有料办 你就让他去吧 好吧 下次再约 那么会做人 英雄就美 看来我们总裁有新的目标了 他是挺可爱 不过 我不会进去很多 什么意思 姓刘的 不好惹 是个狠角色 Winds Park计划完成之前 不能有任何闪失 搞公子管人英明 永远事业第一 感情第二 真实话 你在乱骗吗 感情对我来说只是消遣 James 那我先走了 再见 你开座给我 不行 那天已经被抓到一次了 今天老板又不在 如果又被抓到的话 我会被炒游鱼的 老三 整天游手好闲也不是办法 如果你有时间就认真地去找一份工作 好 早就早 你有啰嗦 现在真的要找工作 你要找队友 这么容易 工作是没有美女倒有一个 美女 一个人打球应该很无聊吧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 好啊 赌多少 一千 这场当热身 两百 我怕你输得太惨 十二 女士先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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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场进刺 我们 还是 不怕 所以 是 是你 对不起 那天来不及送你去看医生 你的脚伤还好吧 我没事 你们认识 是 两个小时一共三十二块 谢谢光临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干吗说对不起 他就是那天撞到我的人 喂 小姐 等一下 听我哥说你是撞他的人 他是你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真的很对不起 他就是爱逞强 受了伤又不说 幸好我发现了早拉去看医生 医生说他左脚骨折了 那么严重 他路都不能好好走 你说呢 为什么 为了还他的医药费 我们的裤带都破了一个大洞 所以他连主任务都不敢拿 带着上来打工 最怕是有后遗症 医药费多少 让我负责吧 医药费 都几百块了 加上他上下班多大得事 没问题 我给你一千 你认真好 我现在就转给你 只用刚才你转给我的号码 刚才打球 你输了两百 我也还给你 好 Dang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你了 我买了杂鸡 要不要许试 怎么突然有钱买杂鸡 哪来的钱 骗人来的 你又做了什么 放松 我是开玩笑的 这是和别人打仗球赢来的 真的吗 你才吃 反正谁也不会吃的 既然有钱 贡献一点吧 这是什么 这是帮老大还债的资金 他一定是为了那三万块 才跑去泰国赚钱的 我想要帮他 让他早一点回来 那你充了多少 大概两百多吧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存二十块 你现在一点一点的存 要存到几时 积少成多 你刚才赢多少钱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老三 老三 小妹 你刚才跟谁出去 跟老朋友出去 老三 老朋友 是啊 我跟我的中学朋友出去吃饭 你们晚餐吃炸鸡啊 老三买的 要不要吃 不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手上为什么拿着猪猪 这是老大基金 里面的钱会用来帮老大还债 你要不要公信一点 好 小妹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的老朋友介绍我去当联赛模特 赚了一点 当女人真好 靠一张脸就可以赚那么多钱 那也要长得美 你去坐看看 张蕾挺帅 要不要介绍我 听说当模特很累的 小妹 辛苦你了 我带老大跟你说真谢谢 欢迎 老大 我们三个帮你筹钱还债 希望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你要保重 早点回来 我这个老大做得太失败了 我这个老大做得太失败了 来 怎么这么迟 加班 加班 你 你不需要辞职 网门报告 其实我没有辞职 为什么 我已经拿了我大部分的储蓄 去帮老三 你还欠三万的债 那三万块我会解决 老三欠你的钱我也会解决 我也没有说急着要回那一万块 我也不是说缺钱用 不缺钱用 那为什么不辞职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 接下来的生活费也是个问题 钱的事情我会解决 我可以去找工作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找工作 你连身份证都没有 你要去做非法劳工 没想到我唯有今天 竟然靠女朋友过日子 袁哥 他在吗 跟我来 袁哥 有人找你 你是 小S大哥介绍我来的 大天 是啊 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他怎样还好吗 好啊 你要做假IC 你怎么知道啊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哪里来的 马来西亚 多少 一百 一千 一千 你放心 女人赚钱很容易的嘛 你这一千块过不了几天 就可以赚回来 你说什么 看你长得挺漂亮的 我可以做你第一个客人 看完你的布丁啊 说话放尊重一点 谁说是你们就要做这些的 别装清高了 不然你可以做什么 不准你看不起女人 那你IC还要不要做 做 到那边去 站直一点 你一小时之后来拿 我只收现金 GreenSparks还没正式推出 就接到这么多询问 看来会受到很多买家的欢迎 我告诉你 改次你销售业绩好的话 不要忘了谢谢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当然有关系 要不是我的功劳 高公子还在那边烦恼 如何把4T给赶走 GreenSparks也不会有今天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要不是4T出事 公司根本就不可能拿回那个店面 4T好好的 怎么可能会突然间出事呢 难道 那只老鼠 你要让全世界听到 你也知道高公子这个人脾气 如果被他知道的 我们两个都死定了 来 坐 走 这老三来找颜哥肯定没有事 颜哥 你来了 真的吗 谢谢颜哥 最近风生紧 警察到处扫荡 你自己小心点 没问题 颜哥 真的这么有效 喝了就会害翻天 包准有效 把他放在饮料里 无色无味 买过的人都说赞 布丁 死性不改 又想要做犯法的事 喂 你是谁呀 不要跑 少婆娘 谢谢光临 你不是去做工吗 怎么跑回来了 不知道得罪了谁 我也无故被打 你没有受伤吧 没事 我们一批货没了 才心痛 什么货 别提了 反正不但没赚到钱 还得赔钱 真倒霉 要赔多少 一千 老二 你身上有没有钱 先借我好不好 我哪有这么多钱 这次不赔钱就完蛋了 蔡森婆来了 等一下什么都不要说 配合我就对了 嗨 你好点了吗 这是送你的 谢谢你的关心 我哥走路还是有问题 医生说接下来要做附件 可是药费太贵了 我们还没做好决定 老二 我们现在为了钱而烦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难道要包住一起死啊 附件需要多少钱 不用 不用太多 两千就够了 我现在就转账给你 两千块已经转到你之前的号码了 两千块已经转到你之前的号码了 你就放心去做附件 赶快好起来 什么之前的号码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我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老二 不错嘛 你长短脚还能赚钱 两千 还有一个水果篮 等一下我传说一千给你 好吗 我要再骗人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别说我亏待你了 好 包仲廷 快来玩啊 我来玩吧 包仲廷给我 快点来 跟我们玩 不要管他 我们自己去玩了 走了 我去玩了 我去玩吧 我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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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ìì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讲 mix 还不错 谢谢老板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我行呢 果然不错 不过我们通常不请留人的 是但你的仙草 等到我骑完整两车 你才跟我讲这句话你耍我 当然不是 只不过这是劳力活 你知道的 女人一个月内 总有那几天很麻烦 你放心 我不会的 怎么可能不会 难道你不是女的 总之 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员工来的 我不会找借口 我不会偷懒 老板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好吧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老板 谢谢你 老板 不过既然你是我唯一的女员工 我想搞个噱头 布丁 要从比基尼去洗车 下辈子都不会有 干吗现在的人多这么肤浅 大天 什么事 那个 高 高公子 又来了 我去找他 不是 那你听我说 什么事 之前怀疑的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 真的 快来说重点 我忘了讲重点 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公司的时候 我听到Andy跟一个同事说 泡泡查理有死老鼠的事情 是高公子和他设计的 目的就是要搞垮4T 你 少你的险诚 高公子 Cindy呢 她被洋水昨天破了 孩子提早报导 我死了 不过你放心 高公子 HR的小曼 她已经帮您安排好新的 派遣秘书了 我之前看过几张照片 挑了两个很漂亮的 一个叫Rose 另一个叫Lily 就是这两个 高公子 不知道来的会是哪一朵花 是那个带刺的玫瑰花 还是那纯洁的百合花 高公子眼光独特 看到的 选到了 肯定都是玫瑰玫瑰花 进来 高公子 你的心秘书到 老公 nya Mustafa Mustafa 花 花 怎么说 才能让你的心灵 开出朵花 花 怎么开 才能让平凡幻化 美丽神话 贴着浪漫的计划 终究被现实打垮 才发现 看得太清楚 比糊涂还可怕 在这个花花 试着寻找枝花 爱不若爬去 海飞看看浪花 只想你继续把 我当成伤光 证明我有多 伟大 在这个花花 试着耳语火炸 爱不若爬破烂 再设身拉花 只请你继续把 我当成伤光 反正天自由 蒸发 我相信这个世界 有着奇怪的魔法 我爱谁谁爱 我爱谁谁爱 我爱谁谁爱